大家好,我是Ken 今天我要分享《说故事的优势》这本书的八度 如果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点击以上的link去看哦 好的,今天我会分享讲好故事的四大要素 那就是相关性、新奇性、冲突性与顺畅性 而今天我将用Tierre Sherrill指导在2016年上映 我非常喜欢的这部电影《Me Before You》作为例子 人们的大脑对于陌生的事物是比较讨厌的 所以我们很难让自己舒适地投入一个陌生的故事里 Louisa是一个平凡的小镇姑娘 有一份平凡的工作 有个很爱运动但不体贴的男友 突然间工作了六年的面包店突然倒闭 为了养家的压力 Louisa必须尽快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Will本来是一名成功的银行家 喜欢冲浪、滑雪 有着要好的未分妻 Alicia 两个不同背景的人物 其中一个总会跟我们的生活总有相关性,对吧? 我们的大脑对前所未有的东西会感到极其兴奋 可能是因为人类的本能制要确定它是否有威胁 Louisa印证成功 得到了陪伴与照顾View的工作 此时的View、车祸后导致进步以下都不能动 两个截然不同性格的人与生活背景将会怎么相处 这样的新奇性让观众有了想要知道过后会怎么样的感觉 冲突 有的人把它叫做矛盾或好奇心缺口 精彩的故事都有很多令我们推向 假想或我无法相信的元素 试想想如果那个故事 男女主角是邻居 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然后结婚 或者幸福美满的生活 两家都很柔兴 很好对吧? 但如果我们看到那样的电影时 大多数人都会做其他的事对吧? 好比说滑手机之类的 没有冲突 没有酷难 没有剧情 这令人感到乏味 从Lisa的开朗 对生活充满希望 与Viu的消极 已对世界不再抱任何期望 然后到Viu逐渐变得开朗 愿意到外面走走 看事情况好走 接着到Lisa 听到Viu父母在为了Viu父亲 帮Viu安排六个月后 去瑞士进行安乐死而争吵 Viu母亲希望能让Viu改变心意 而Viu父亲更愿意尊重Viu的想法 再到Lisa决定好好跟Viu过最后这六个月 然后看似会很美好 但最后Viu还是觉得那不是她要的生活 也不想要让Lisa错过别人能给予她的一切 哇 够冲突了吧 越让人能运用更少的智力思考的故事 越流畅 好的故事都简单容易明白 虽然不同人对某一部电影的观感可能不同 这部电影的整个故事情节非常流畅 很少有望你觉得需要思考的地方 只是跟着她的floor去走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电影能以比较少的制作成本 但票房却开错横盘的原因 好的 想看这部电影的推荐去看看 那我就来个有冲突性的结尾 拜拜